由国际才艺协会主办的2019国际青少年才艺大赛于近日在洛杉矶开赛 本次活动旨在为青少年提供互相学习展示的舞台 并通过挖掘具有潜力的优秀青少年 并为其提供更高更宽广的国际性舞台 同时依托国际才艺协会资深的培养体系 致力于打造未来国际化的标志性才艺人物 而此次在洛杉矶举办的比赛分为模特类、声乐类、舞蹈类、契乐类、语言类 其他类等共六大类 比赛共吸引了200多位选手参加 我们看到了很多孩子非常优秀 非常impressed 我们将会给孩子们提供更多国际性的机会 到国际性的舞台上去展示他们的残忆 比赛最后决出58个单向奖和3个全能奖 以及6个优秀团队奖 Star International的设计师服装秀 和少林功夫禅学院的功夫表演并列获得团体赛第一 而个人全能冠军则由Unistar的 Hansen R获得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呢 能够选拔一批优秀的小朋友们 希望在将来他们在他们喜欢的方向有所建树 那么在这里呢 我也祝贺这个比赛成功举办 也最后希望他们再接再厉 持之以恒地把他们喜爱的事业做下去 出席当晚颁奖典礼的有美国国会众议员赵美新 阿凯迪亚市市长戴守珍 圣盖博市市长廖清禾等民选官员级代表 当天的嘉宾华裔小影星Etica School 也获得了戴守珍市长的颁奖 他所主演的影片Love Never Forget 已入为Dance with Films电影节 并将于6月15日在中国剧院上映 凤凰卫视十一记者林汉琴洛杉矶报道